俄罗斯总统普丁将会在19号这一天访问伊朗 即将和伊朗土耳其举行了三方首脑会议 也会针对叙利亚问题来进行谈判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克夫 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 这将会是一场非常充实的对话 好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克夫说了 普丁在访问德黑兰期间 除了和伊朗土耳其举行三方首脑会议之外 还会和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单独会面 也会和伊朗在军事技术方面进行全新的合作 而这所谓的合作呢 外界一般认为是伊朗和俄罗斯 在无人机方面的合作计划 至于美俄两国领袖前后到访中东 也让外界议测 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刻意安排呢 好 英国的国防部长 国防部的参谋长拉达金 17号驳斥了先贤普丁 黎埃 或是可能遭到暗杀的传闻 他说呢 这些都只是媒体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他更强调身为军事的专业人员 看得出俄国政权稳定 至于乌克兰方面 总统泽伦斯基近日则是展开了 开战以来最大的人事变斗 他宣布开除乌克兰的检察总长 还有国安局局长 指出呢 这两个机构 有大量的官员在勾结俄罗斯 涉嫌叛国 俄乌战事焦灼 外界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健康状况 更是种族纷纭 先前英国媒体指出 普丁可能罹患绝症 但如今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表示 这些传闻都只是猜测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最新战况 表示成功打下乌军米17直升机 和苏凯25战斗机 也摧毁了存放北约雨叉飞弹的弹药库 即使战功标柄 俄军已经丧失将近三成的战力 战事持续将近五个月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展开开战以来 最大的人事变动 宣布开除乌克兰检察总长 涅迪克托瓦和国安局长巴卡诺夫 乌克兰面临俄罗斯渗透的巨大挑战 在制裁方面也遇到瓶颈 加拿大宣布归还送修的北溪一号涡轮机 让泽伦斯基痛批不能接受 杜鲁道表示制裁是针对普丁 不希望伤害到欧洲的天然气使用者 欧盟近日公布对二制裁的维护和调整方案 与先前几轮相比制裁力道微弱 欧洲九月就将迎来冬天 俄罗斯能源不可或缺 面对胸有成竹的普丁 看得出西方各国绷紧神经 记者蔡星成报道 好 现在在欧洲各地真的是超热的 因为遭逢了热浪的清洗 在各地都出现大规模的野火 包括了西班牙 葡萄牙 法国 希腊还有意大利 全部都持续的奋战打火 根据统计呢 光是葡萄牙还有西班牙 过去七天就有超过千人死于高温 西班牙的野火呢 更是烧到整片森林都呈现鲜红色 在现场犹如灾难电影 整片森林被火射染得鲜红 西班牙南部普赫拉山的大火 燃烧超过三千五百公顷 宛如世界末日场景 消防员不分昼夜地试图控制火势 但高温等于火上加油 搭火行动只能尽力而为 西班牙已经连续一个礼拜遭到热浪侵袭 最高温达到摄氏45.7度 其实不止西班牙 热浪是侵袭全欧洲包括葡萄牙 法国 希腊和意大利都因为高温 加上肝害导致野火不断 葡萄牙多日气温超过40度 在过去七天已经累计近700人死于热浪 最高温更达47度 欧洲各地发布天气红色预警 英国更发布有时以来第一次极端高温警报 随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预计部分地区将在下周飙升至40度以上 超过2019年创下的38.7度记录 原本将在2050年英国才会出现的高温 竟然提早28年到来 英国政府IP居然毫无准备 但面对历史高温 英国副首相拉布似乎老神在在 除了呼吁民众只要多补充水分 躲太阳就好 还语出惊人地表示我们应该享受阳光 显得一派轻松 此话一出当然立刻受到舆论抨击 认为拉布相当荒谬 而日前宣布此去手上职位的强森 则在18号被控诉 未能严肃看待即将发生的高温 紧急状态 记者夏韩宇报导 好 现在疫情持续紧绷 推荐给大家可以使用我们旺旺雪神的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大概有8平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这一组 好 如果你会说你的空间比较小啊 推荐给大家另外一组80mol的容量的雾化器 在哪里购买呢 就是到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就能够买得到